好 惊悚画面带来看到玉璃一名骑士 3月10号早上8点多 行经平交道的时候 车子是突然起火故障了 卡在铁轨上动弹不得 那么眼看火车就快要来了 吓得骑士赶紧是丢下机车 跑到平交道外 索性台铁的义务侦测系统起了作用 列车是及时的减速 那么在撞上机车之前 停了下来才没有酿成事故 10号早上8点多 玉璃荣民医院前面的荣苑平交道 一辆机车突然抛锚 这名妇人要移车的时候 看到栅栏放了下来 疑似吓到竟然直接丢下机车 人在旁边惊慌失措 先好平交道义务侦测系统启动 列车驾驶紧急减速 没有撞上抛锚的机车 一旁的热心民众协助将机车移走 铁路警察或报道厂夫人已经离开 但是他在警示灯亮起 却还闯越平交道 已经违反 民众万一在平交道上碰到状况 可以这样做 那如果民众不幸被困在平交道之中的时候 请记住三个口诀 按推跑 在我们的平交道两端都设有紧急按钮 民众如果不幸被困在平交道 不小心困在平交道之中的时候 第一个动作赶快下车 到两方的紧急按钮 也按下去 这时候就会通知我们的列车 会做一度停车的动作 提示民众不要擅自闯越平交道 以免影响列车行驶 要是发生意外 后果不堪设想 记者高双双玉里镇采访报道